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otlin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多重分支 上一期咱们讲了这个单重分支 if else 对不对 今天咱们讲一下多重分支 也是非常常用的一个语法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 问 问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咱们其他语言中的switch 一个概念 其实我是这么认为 说到Cotlin它是好 但是它是想抄别的语言 但是又不想抄的特别像 怎么办 它就把一些别的语言中 常用的关键字 改成它自己的很别扭的关键字 比如像这个function 它也不叫funk 也不叫function 叫fun 我觉得这很奇怪的语法 我知道你是想标新立异 其实你不也抄过来的吗 这是另外话题 咱们看 今天这点一个是问 一个是意思 意思咱们上期讲过 今天咱们再复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实战演习 咱们首先跟上期一样 先定一个API的级别 26级 没有问题 然后下面咱们做判断 问 switch 一个意思 好 咱们看 当API的数字是多少 是26或27的时候 这是或 然后注意看 这是一个监控号的表达式 或者说叫 LongDom 但是这不是LongDom 这只是一种监控号的写法 它是 这个监控号的右边 其实就是一个函数的内容 什么内容 如果是26或27的时候 认为它是Android 什么 Olel Olel 就是咱们吃那个甜饼干 对吧 其实这个安卓起名的 都是什么甜饼干 甜甜圈 棒棒糖 都这个 感觉很幼稚 很幼稚 其实不幼稚 好 咱们再看 如果是26 27 打印Olel 如果是24 25 打印Nugget 然后是23 打印这是什么 这是棒棒糖 是吧 英文不太好 如果不是上的版本 咱打印说 Android 你在5以下 因为有的 我有朋友 他们开发的时候 这个Android 像我一般是支持4.1 他们一般都支持我 四往下不支持了 这样他们的支持库 什么的 好像更简单一些 好 这个就是Wan的基本用法 咱们再往下看 这个 第一个 我给您的例子是 Wan的非常像 就几乎一样 相当于其他远中的Switch 里面 在各个分支里面 做各个分支的逻辑 但是有不一样地方 咱们看见Wan 它能有负值的语法 咱们写 看啊 比如说咱们这定义一个content 要给content负值 负什么值 Wan 当这个API属于26 27的时候 我给这个content负值 Android Ole 奥莱奥是吧 咱国内是奥莱奥莱奥 不知道啊 然后呢 如果是24 25的时候 是Nugget 然后呢 是23的时候 这叫什么 Mashmallow 是吗 这个我 Mashmallow 应该这么翻译吧 然后呢 否则的话呢 认为它是Android 5以下 然后这些个自不上的值 是根据这个API的 级别不同 动态 付给这个content变量 以前咱们就是实际上这个逻辑 代码写的很多 对不对 这个地方确实Qt0写的很好 简介很多 好 然后呢 咱们输出一下这个content内容 看看到底付了什么值 OK 接下来 Ease判断 咱们上期用Ease呢 Ease的语句写过几个 今天咱们看one怎么写 首先我这有一个对象 什么类型不知道 就因为不知道咱们才需要判断 对不对 好 咱们看 one oject传进来 然后呢 这个语法 刚才是数字 现在变了 Ease 如果它是整形 我就输出 你是整形的 如果你是四纯 怎么四纯呢 如果你是四纯形 咱们这输出这个 是不是 不好意思 我这个发言 有点奇怪 英语真的是 得加油了 如果是不耳形 Bolling Bollung 然后呢 输出这个 OBG是不耳形 如果不是的话 输出未知 Undefined 这个发言还是很准 未知嘛 对吧 不知道你未定义 好 这就是简单的 one加ease的写法 也是不难 好 那咱们今天把这个代码 都运行一下 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拷贝到我的本机 虚拟机一般我是做客件 然后本机 我是做这个Intelligence 为什么用本机做 很简单 在虚拟机里面 这个Intelligence跑的比较慢 所以我只能放到本地来做 这也是这个 没办法 开发Java的工具 我就没遇到过快的 好 咱们试试啊 不说了 Go 杂谈 咱们就到为止了 就到以上 看啊 咱们这个API的级别是26 所以说呢 它是2627这范围 那么干什么 担出Android Oleal 没有问题吧 OK 然后接下来 给Content 负值 因为是26 所以负这个Android Oleal 没有问题 再接下来 因为我是什么 我是空嘛 对吧 所以给未知类型 也是没有问题 好 那咱们简单改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级别 不是26 15 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 运行 变了 大家请看 它变成了Android 5以下 下面呢 也是Android 5以下 没问题吧 OK 咱们再改一个 比如说23 没有问题吧 这就是简单的问的写法 应该说跟Switch比起来 跟其他语言 Switch比起来 稍微进步了一些 但是呢 不大 因为基本语法 都已经很成熟了嘛 你怎么抄也是 只能说是变个这个文字 变个关键字 其实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呢 给您讲解的Cotlin 关于这个多重分支的写法 应该不是很难 我想您呢 应该都理解掉了 好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今天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中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You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 进行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咱们下个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